启德住宅发展区近年开始成型 位于启德河两岸的施宅 有很多二界燕楼 较早前落成交楼 位于木泰街7号的恒地The Henley系列 最强卖点是拥有开阳美景 向南中高层单位 除了前隆启德体育员外 也兼享维多利亚港海景 The Henley系列共分三期发展 合共提供1184伙 其中今年5月开售的第二期The Henley II 设有301伙 今次介绍的现楼示范单位 是第一座37楼A室 实用面积888方尺 属于三房一套连衣舞间和工作间间隔 单位设有小圆关 右边附有全身镜 方便护主出门口之前整理而用 前方设有高薪柜 具有收纳空间放置鞋和杂物 厨房比轮圆关属于开放式设计 设有双边工作台面 连一张隐藏式伸缩台面 需要时可以拉开以增加煮食空间 客饭厅属于长型设计 开即时镇 方便摆放家具 外连一个31方尺的露台 浴室和房间以一条走廊贯通 客饭厅和房间座向相同 景观相约 主人套房贯彻 The Honey系列特色的护形窗 户主可以以更广角度 飽覽啟德体育园和跑道区两岸海景 主人套房内连套刺和衣帽间 其中套刺被有淋浴间和浴缸 虽然不设窗户 但设有工作平台 可以开门通风 衣帽间予设入长衣柜组合 附设护肤品雪柜和保险箱 屋院住宅会所Corp Honey主要设施包括室外游泳池 健身天地和同趣天地等 在港铁屯马线通车效应大动下 The Honey对外交通更加四通八达 由屋院步行大概10分钟 可以到达港铁啟德站 日常生活配套方面 虽然现时啟德区内食市 和民生商铺较少 但随着大型救物商场ASI 百货公司SOGO 和地下救物街相计进驻 预计未来2-3年 区内民生配套将会更加齐全 前面 201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